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所收到的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早上已经讲一次了 但是早上3分钟讲不完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要比较厚脸皮 用8分钟再讲一次 我今天其实比较想要讲 跟大家分享的其实的确是 在我们思考计划 其實有一些它的一些脈絡跟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部分一直是我們在想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環節 我早上有其實有講到社會 但是只有把一些關鍵字給點出來 就是我們自己在環境運動裡面 的確一直不斷在面對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叫做污染轉移 那我早上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今天宜蘭把那個六青趕走 但是當他跑到雲林以後 但因為雲林他這地方可能更窮 經濟條件更差 所以他對於這個六青的經濟依賴更深 所以反而更不好 對他有一個進一步的監管跟監控 其實這個污染轉移的狀況 當然不只是發生在宜蘭這個雲林之間 其實在全世界都不斷的 都不斷在發生像這樣的事情 美國現在看起來 它的這個環境條件其實相對比較好 但是因為它過去的一些污染性的工業 其實一直移到第三世界國家 或移到亞洲這些地方 來幫他做生產 所以這究竟是 就一個跨區域的角度來說 我們的環境有變好嗎 其實恐怕不是 真的 我們的污染物是更增加的 那台灣過去這些台商 有很多的一些工業性的污染 那這幾年 也許這十年十五年把很多的污染 帶到中國大陸去 這當然也是一種污染轉移 所以 這可能我們不用說吧 從去年的 服貿的這個問題開始 大家開始不斷的在關注 就是說 兩岸之間的這些經貿的整合 或者是投資的這些移動 會到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當然很想要從一個環保團體的小度 去對這個事情有一個更深入的一些了解跟處理 那剛才其實講到了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契機跟一個啟發 的確是中國大陸 他們最近 他們有一些環境組織 他們做了很多 特別是企業的污染跟回歸資料的資料 他們建構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透過建構這個資料 所以他們開始找到一個去製衡企業的路徑 這個路徑裡面是讓民間的組織 直接對於資本 對於企業直接的監督 而不是像台灣 台灣過去比較習慣的事情是叫政府出來管 因為我們可以叫政府 可是中國大陸他們沒有辦法去叫政府出來做事情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施壓政府 這是政治情境上面的一個差別 那馬軍這個人 他的確在過去 就是說他藉著這個資料布以後 也透過所謂的供應鏈跟品牌之間的這個關係 要求供應鏈的改善 那這幾年在中國大陸很多環境運動 叫做綠色 他們叫做綠色供應鏈的這個計畫裡面 其實有非常非常豐碩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是他們其實一些資料布 就是你P1印進去這幾個廠商的名字 他其實就會把歷年來 他的環境表現 圍規表現 全部都放在上面去 那他會來核對 這些污染的情況有沒有做改善 那他透過一個第三方監測的方式 來要求做這個改善 好 那回到我們其實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想要 第一個事情是資訊的同步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 就是跨兩岸的一個 在污染表現上面的一個資訊的平台 跟資料庫 這資料庫上面 至少我們可以先做到一件事情 是在台灣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些跨域投資的廠商 他到中國大陸的表現是怎麼樣子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面對的處境 已經不只是這些廠商移動到大陸 那甚至是他到中國大陸以後 也將要移動回台灣 那移動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其實開始出現有幾個想法 這幾個想法 包括是到底他是鮭魚還是鱷魚 如果他是一個很爛的投資的廠商 那他回來 會不會對台灣整體的環境 甚至投資環境都造成影響 特別是在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上 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經驗部門很希望這些廠商 回來 所以會開條件給他們 所以當今天如果只有廠商有這個移動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爽的 他爽在什麼地方 他移動能力的時候 他開始開架 今天沿海的這些縣市省份的這些政府 開給我這些監管的條件跟優惠 請問你台灣的政府 你要開給我什麼條件 你要開給他更優惠 我才要回來 所以長期以來 他其實造成的一個趨勢是 我們的管制標準 可能因為只有這些廠商跟資本可以移動 所以是一個向下競爭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想要來面對這個問題就是 過去我們在很多的環境運動的概念上面 比較多 其實是比較像是一個自找門前學 就不管好台灣就好 甚至如果他離開台灣就好 過去我們比較多是這個想法 可是慢慢的在這些資本跟這個經貿的整合過程裡面 你開始發現這個概念不夠了 我們可能更需要更多的跨地域的進步的社會力的團結跟聯合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其實有這個想法的契機 那回到前面是 現在我們希望可以做一個這個資料庫 那重點我們的對象 剛剛其實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JPPE貴於百項的企業 大概六七十個企業 也可能是我們優先要關注的對象 那這個資料庫上面的需求 包括是企業基本資料規模財務狀況 也包括它的環境違規紀錄 環境違規紀錄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導入在中國大陸目前的環境組織 他們已經建立好一個相對滿完整的各個企業 在各地 中國大陸各地的違規紀錄 開發紀錄的狀況 也可以導入彙整在一起 那第三個是可以污染的即時的監測的紀錄 那排放資料等等 但最優先可能是前面的部分 那我想要講這個運用的部分 因為大家知道這所謂貴於百項的紀錄 它當然就是說 經濟部讓台商可以申請 然後你會給它很多的優惠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知道 你是在中國大陸 反應表現很差的這些企業 甚至當有人幫你揪出來 你也不改正 你持續的擺爛的 我的確覺得台灣的政府 不應該再給這些廠商進一步的優惠 因為可見它如果回到台灣 它的表現一定也是很差 甚至它有可能讓大家一起變差 因為我們的污染管制的標準 要為它的更改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是從各自化界到跨域的一個聯合的行動 但是這個概念其實還是比較新一點 所以 這是我們這個概念的原因 但是如果就資訊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需求 當然我們跟Jimmy在做這部分很多的合作 但是還在開始 所以還沒有很具體的一些成果 不過我們的確是很希望說 如果有特別是在建立資料庫 如果我們每一個企業它有個Profit 有的話 那過去已經有在這部分有累積的一些成果 有沒有可能大家可以在這些基礎上面 有一些結合跟互相運用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有一些均勻的專案裡面 也有包括對於企業有一些基本的資料 包括它的這個財務的狀況 它的這些檔案 有一些進一步的追蹤 那這是我們很希望可以跟大家進行合作的部分 謝謝